梅根哈里本来愁愁满志 想借着回英国参加女王奶奶的七十季位周年庆典 来好好蹭一波热度 赚一波流量 但是他们根本没想到王室对他们严防死守 一点机会都不给 使得他们在全世界吃瓜大众面前丢尽了脸 女王白金喜庆典活动热闹非凡 但是梅根与哈里却只是出现在两个场合 一个是作为王室非全职旁之成员 在偏听小窗口远远地忘了一眼 另一个则是亮相了教堂的感恩仪式 小窗口的亮相梅根使尽了浑身解数 也不过只能和几个王室孩子们说说笑笑 但她夸张的表情举止 却是让人看了直皱眉 而在教堂感恩仪式中 梅根与哈里更是受到了不少观理者的白眼与虚声 两口子从进入教堂到座下 都是肉眼可见的不自在 不受欢迎与待见的他们 只能紧紧地握着彼此的双手 给对方打气 哥嫂威廉凯特 还有父亲查尔斯与继母卡米拉 甚至在座位上都与他们拉开了距离 一家人完全隔开 就连隔空互动的眼神交流都没有 可见哈里这次回家 与父亲还有哥哥之间 已经身份到何种程度了 本月4日是梅根哈里的小女儿 莉莉贝的一岁生日 而这也是他们此次回家的一大目的 想着带女儿跟王室家人们见见面 顺便把拖延了好久的温莎宝洗礼给敲定落实 但是很可惜的是 王室成员的反应让他们大失所望 根据英国媒体报道 莉莉贝生日当天 女王本人在白金汉宫休息 威廉凯特带着儿女乔治王子夏洛特公主参加了多个活动 查尔斯夫妇也同样的公务行程表满满 就连小叔叔爱德华王子一家也是忙个不停 现在王室所公认的几大重要成员全都没有来 哈里夫妇只能待在他们所居住的佛格摩尔小屋里 为女儿贝贝利庆祝生日 王室为了让场面不至于太尴尬 还是去了一些旁之成员 分别是约克公主 尤吉尼夫妇 还有安妮公主家的扎拉与彼得 以及他们的孩子们 从来宾来说 明显与梅根和哈里的预期相差甚远 贝贝利去年出生之后 梅根把这个女儿视为宝贝 不但故意选了女王的昵称小名来给孩子命名 更是对于女儿的照片保密到极点 千方百计的就是要和王室扯上关系 希望能够借着孩子吸引热度 为自己今后与媒体以及大公司签约 多增加几分筹码 现而今王室的态度如此明了 夫妇俩也明知在英国是不受待见的 于是在女王继位庆典活动还未完毕 就灰溜溜地乘坐飞机 一家四口回了美国 可以说这次回家 充分让他们知道了自己现在的名声有多么低 不但远远地被威廉夫妇甩开 甚至连一向排在最后面的卡米拉都要好过他们 但是也别小瞧梅根 她回到美国之后 是否又会故技重施 再次上媒体与电视台 哭诉自己受到不公平待遇 这点谁都不好说 大众爱看王室故事 对于这类家族是非 也总是有大的市场 而一直被外界视为 妻子梅根牵着鼻子走的哈利王子 他又会有什么样的惊天举动 也是值得观察的 1983年英国王妃丹娜和王楚查尔斯 在英女王的安排下准备出访澳洲 还打算去一趟新西兰 进行一场为期40多天的访问 在访问前 丹娜准备带着威廉小王子一起去 她想毕竟孩子还小 她根本不放心把九个月大的孩子独自放在王室 即使保姆们会给孩子妥贴的照顾 但是她不敢想象 孩子一觉醒来 要哭着找妈妈的时候会是什么样 但是对于戴安娜的想法 查尔斯和女王并不赞同 因为英国王室从来没有带着 这么小的一个孩子出访的先例 更重要的一点 查尔斯自幼被女王放到外祖母那里 女王从没有因为查尔斯年幼 就破例带着她出访 所以查尔斯觉得戴安娜这是无理取闹 身为父亲 她并不能理解戴安娜作为一个母亲 十月怀胎生下威廉 她有多么的舍不下这个才九个月大的婴儿 可以说父亲爱孩子的心和母亲不一样 母亲爱孩子的心更加细腻和真挚 而父亲往往神经过于大条 而查尔斯她虽然也很爱威廉 三十四岁她才当父亲 对于这个孩子她也非常珍视 可是她还是不能像戴安娜那样 全身心地放在威廉身上 比起儿子 查尔斯更重视自己的王储之位和自己的面子 不仅仅是查尔斯反对戴安娜带着威廉 一向把脸面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的女王 也反对戴安娜带着九个月的威廉出访 并且这件事也让女王觉得戴安娜和她想的不一样 这个儿媳妇外柔内刚并不好控制 戴安娜身为一个母亲 执意要带威廉出访一室 得罪了丈夫查尔斯 查尔斯嫌弃她 觉得她会丢自己的脸 女王也嫌弃她 觉得她不识食物 不得体 根本不像个王储妃 难道戴安娜不知道吗 她这么做可能会让查尔斯和女王反感 她知道自己是英国王室的王储妃 是查尔斯的妻子 女王的儿媳妇 但是这些身份对她而言 都没有母亲两个字重要 女子本若 为母则刚 戴安娜为了九个月的威廉 变得像个刺猬一样 最终 戴安娜放下狠话 要是不让她带着威廉去 那么她也不去了 就让查尔斯一个人出访吧 女王见戴安娜这么决绝 她又寻思 让王储夫妇带着儿子威廉一同出访 可以给澳洲民众 带来一个不错的好印象 让他们看到英国王室幸福 有人情味的一面 就在这样的想法驱使下 女王说服儿子查尔斯 同意了这一安排 于是1983年的初夏季节 戴安娜和查尔斯终于把威廉 带上了去往澳洲的飞机 小小的威廉一下飞机就看到了人山人海的大场面 她望着眼前的人山人海充满了好奇 小脸侠变得红扑扑的 澳洲的民众们都喜欢这个粉雕欲拙的小孩 他们拿着毛绒玩具和鲜花 疯狂地递到了戴安娜和威廉的面前 反倒是查尔斯成了可有可无的角色 沦为了背景墙 于是她拉长了脸 为自己愤愤不平 查尔斯一直如此 每次她看到戴安娜比自己受欢迎的时候 都会觉得这个喜欢出风头的王楚飞让自己丢脸 但是实际上戴安娜一直比她受欢迎多了 只不过身为王楚 身为丈夫 她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妻子比自己强罢了 其实戴安娜和查尔斯渐行渐远 这里除了第三者卡米拉外 和戴安娜屡次抢了查尔斯的风头 也有着很大的关系 自幼查尔斯就敏感多疑 过于优秀的戴安娜 总是让她压力很大 虽然戴安娜和查尔斯这16年的婚姻中 两人渐行渐远 戴安娜也从一个傻白甜 逐步进化成复仇王者 而唯一不变的是 就是身为母亲的戴安娜 对威廉和哈里的爱 虽然戴安娜没有陪伴这两个儿子长大 就肖香育养 但是在戴安娜陪伴他们有限的时间里 戴安娜都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去当一个好妈妈 戴安娜对两个儿子的爱 很好地诠释了 有妈的孩子向快宝这句话 1983年 小王子降生的喜悦 还笼罩在这个家庭里面 查尔斯也努力想学着当一个好丈夫 和戴安娜之间的互动充满了趣味 有一天 戴安娜穿着一身红色水军风连衣裙 坐在自己家的沙发上 正在动弄着怀里可爱的威廉 威廉穿着一身洁白的婴儿服 看起来可爱极了 戴安娜时不时地低下头 亲亲她的脸颊 用自己的脸贴在她的脸上 查尔斯就坐在旁边 满是爱意地注视着这一幕 又过了一会儿 查尔斯突然有一个奇思妙想 她指挥着戴安娜 让她用威廉的两个小脚丫子来鼓掌 戴安娜有些不明所以 弄懂她的意思之后 也觉得很有趣 就拎着威廉的两只小短腿 向内拍了拍 一时之间 戴安娜和查尔斯两人都开心极了 威廉瞪着一双大眼睛 她不明白自己的父母 为什么这样笑 但她也觉得很开心 1985年 戴安娜跟三岁的威廉小王子 一起开心嬉戏 当时的小王子还没有退去婴儿肥 还是个虎头虎脑的可爱小男孩 在脑后长着一个眩 看着很聪明 戴安娜把自己的儿子打扮得非常绅士 给她穿了一件格子衬衫 此时的戴安娜也是最美的时刻 大眼睛和高鼻梁掩盖不住的青春明媚 穿一件浅蓝色的裙子 甜美的一笑 就能够甜进每一个人的心里 那一年的戴安娜才24岁 漂亮青涩又懵懂 跟威廉之间的互动也非常的可爱 沉浸在丈夫儿子带来的双重幸福里面 这个时候的戴安娜真是单纯美好 不过母亲戴安娜已经逝去 现在陪伴在威廉旁边的是妻子凯特王妃 其实我们应该感谢出现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所有人 他们陪伴我们走过山水一程 慰藉我们的山长水远路遥马长 哪怕离开也应该永远怀眠